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意愿 做某事的意图 这是重要的名词了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Inclination 做某事的意愿 这个词当然得记搭配 要不然记一个单词没意义 这就死了 有意做某事 这个搭配记住 Have an inclination to do something 有意要去做某事 你比如说我说 我不想当一个记者 当然我可以说 I have no inclination to be a journalist 我不想当记者 如果说我一点也不想当记者 根本就不想当记者 把语气可以加得更强一些 这个在我们前面的课文中讲过 怎么加情语气呢 先把它降到最轻微 然后把最轻微的再打死 我连最微弱的 想当记者的这个意愿都没有 咱们看怎么说 I haven't the slightest inclination to become a journalist 就是我根本就不想当记者 这个slide就轻微的 微弱的 我连这个最微弱的意愿都没有 就完全不想当记者 可以这么说 当然前面的I haven't 也可以用I don't have 也对的 这两个搭配都可以 这是有意图模式 可以这么来说 把这个搭配记住就好了 但是这个inclination呢 根本比较大 它来自于动词 就是倾斜和使某人 有某种倾向 我们先把这动词 大声来读一下 incline incline 好极了 这个词做动词呢 可以表示倾斜 也可以表示使某人 有某种做某式的倾向 也可以用它 那么经常呢 就这么一个搭配 叫倾向于做某式 注意不是打算做某式啊 是倾向于 be inclined to do something 倾向于 就好像倾斜一样 身体往那边倾斜过去了 很容易就做这个事了 所以倾向于做某式 可以用它 咱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be careful not to annoy the boss because he's inclined to lose his temper 当然这个lose one's temper 咱们在新概念的 第三册第四十课 咱们说过 可以表示发火发脾气 可不能翻译成没脾气了 是丧失对脾气的控制力了 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当心哦 不要去激怒我们的老板 因为他呢 倾向于发脾气 就常常发脾气 有发作发脾气 这么一个倾向 本来脾气不好 你惹他的话 他冲你 恶恶恶的吼你一顿 那你自己就听着了 be inclined to do 叫倾向于 也就是往往或者常常 因为他常常发脾气 有这个倾向 可以这么来说 对吧 那表示倾向于 这种模式搭配特别多 往往啊 常常啊 我们可以替换 比如说 because he tends to lose his temper 因为他往往会发脾气 常常发脾气 倾向于往往会 用tend to do 也行 第三诊单数 加一个s 注意不是intend intend是打算 那是intend tend 是倾向客观的一个趋势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because he has the tendency to lose his temper 因为他往往会发脾气 I have the tendency to do something 这是我们在第四课 可以看见东西的手里面 刚讲过不久 大家可能还记得 那have 大家进去第三诊 但是用has就好了 由做某式这个倾向 这个tendency 本来就是倾向 或者趋势的意思 prone 这也是倾向于做某式 他往往会常常会发脾气 往往常常倾向于 可以放在一起来记住 他的名词形式 就做某式的意愿意图 再说一遍 inclination 就好了 好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学到这